台南麻豆发生三车连环状 谢信男子开义车要变换车道时 不慎跟流性驾驶发生了碰撞 而流性驾驶失控再追撞银色乡行车 导致乡行车撞上安全道 整辆车360度翻步停在对向车道 这一起车祸事故不但导致车流拥塞 也造成四个人受伤 但马路上车来车往 指尖前方轿车失控打滑撞上乡行车 受到撞击乡行车先是撞上安全道 在360度翻覆停在对向车道 从另一个角度看 时空轿车则直直冲进一旁的混凝土御办厂 撞击瞬间成土飞扬 警消货报赶紧到场就怕车祸事故有人受伤 好在乡行车上的乘客都还能自行缓缓走下车 只是一点惊鸿未定 事故车辆车可临间四散 安全岛上的树也面目全飞 可见撞击力道相当猛烈 事发在上个月30号中午11点多 一开始先行男子开着义影车 要变换车道时 不慎与流行驾驶发生碰撞 事后流行驾驶不止失控 撞进一盘混凝土御办厂 更追撞银色乡行车 导致乡行车撞上安全岛后整辆翻覆停在对象车道 事而受伤 相关责任待遇轻松 好在乘客都无大碍 只是事故发生 惊险瞬间不止让用路人 下出冷汗 驾驶及乘客恐怕也心有余悸 记者黄富吉田的采访报道